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到一年中获利1,150万美金 股权增值超过10倍 但事实证明李泽凯还是低估了腾讯成长潜力 自2004年腾讯在香港上市以后股价一路攀升 到了2015年腾讯市值已经达到了14000亿港币 米拉德国际控股集团在10年前通过这样的股权投资获利超过400亿美元 也许你会说中国毕竟只有一个阿里巴巴一个腾讯 这些案例有普遍性吗 答案是当然有 百度上市创造了8个亿万富翁 50个千万富翁 200多个百万富翁 在今年的中国创造富翁的上市公司远不止这些 昆仑万维 冥想财富于2011年对其进行股权投资 2015年1月成功上市 获得了将近15倍的收益 创始人周亚辉 清华大学学生 2001年决定辍学创业 极度坎坷 凭借罗建北教授的早期创业投资 现如今成为了国内最大的游戏研发及运营平台 2015年周亚辉在发表上市致辞时 感谢母校罗建北老师 当初对自己创业的50万元资金支持 并决定回馈母校清华大学 一个亿 这样的致辞和捐赠 让许多业界人士欲为佳话 为财动力 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美先生 早在深圳创新头时 就创造了百倍收益的神话 酒仙马 未来国内酒类第一电商股 2011年 理想财富通过了东方富海 投资了B轮股权融资 估值仅没3.8亿元 股权升值已经超过15倍 2015年5月又领头智润融资 上市后 未来向下空间巨大 华瑞风电 风电行业龙头 理想财富于15年1月初 参与股权定向增发 近8个月 账面增值了4至10倍 听完这些 让我们不禁感叹 资本市场倍增的魅力 如此之巨大 在我们传统行业里 需要几十年 甚至几代人创造的财富 在资本市场中 经常会上演 一页造富的传奇 这就是资本市场上 进行股权投资的魅力 俗话说 江山带有人才出 纵观历史 方能展望未来 中国服务司 富豪榜中就能看出 风口造就英雄 2007年 前11位富豪 大部分为房地产产业 而现在 投资房地产已经成为鸡肋 未来属于互联网 等新兴行业 富豪榜上的名单 逐渐被高科技领袖替代 未来正扑面而来 互联网 机能环保 影视文化 新能源 新材料 航天军工 人工智能领域 有大量的金矿 等待挖掘 股权投资 将会借着国家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风口 祝您成就 财富梦想 如果你错过了 房地产发展的黄金十年 那千万不要再错过 股权投资的 这个黄金十年了 未来十年 人无股权不负 您 还在等什么呢 等更多人 祝您